你的小故事 我的大新闻 欢迎收看Pipple公民新闻报 位在台中市国美馆附近的中信市场 是拥有半百历史的老市场 过去曾经因为老旧而衰败 但后来在一群有心人士投入经营下 反而成了许多特色商店聚集的地方 充满艺术以及怀旧的气息 中信市场位于台中国美馆对面 包括五泉一阶 五泉西二阶 五泉西三阶围城的小区域 若不特别注意 很容易就错过的秘密景点 曾在六零七零年代如此繁荣 因为经济下滑而逐渐没落 经历半世纪历史的老市场 如今以一文方式注入新元素 展现出复古与现代的冲突美感 到这边喝咖啡的时候 你可以去感受得到 这个市场的一个生活的样貌 清深的体验 那其他的部分的话 可能像是一些生物的椰子啊标语啊 我希望来到这边 问自己去看自己的体验感受 中信市场小小的空间 却藏有着各种意想不到的惊喜 就连厕所也十分艺术 这里的居民与店家共同生活着 多色的墙面代表着多元的社会 市场里的每间店都有着不同的故事 常有慕名而来的游客或在地人 前来窥探一番 自己的房间是一间性别书房 店名引用英国女作家 Virginia Wolf的一篇知名短文 对面的Z空间是个艺术展览空间 每月安排不同档期展出艺术家的作品 有了咖啡馆 文创空间 艺文工作室 中信市场成了艺术工作者 可以交流的场地 也孕育着年轻人的梦想 让这个空间用新的生命 存在着记忆着 就读台南长荣大学美术系的宋安婷 是名脑性麻痹的学生 从小他在求学的路上特别的辛苦 虽然身体不像一般人那么方便 但他仍然用心在自己喜欢的绘画上学习 希望画出不一样的人生风景 长荣大学美术系的老师 正细心地讲解 这幅油画所需要加强的地方 而这幅油画的创作者 是长荣大学美术系的学生 宋安婷 安婷也是一名脑麻生脏朋友 在求学的过程中也相当辛苦 在一次的机缘下 接触了油画 便开始不断地创作属于自己的作品 从小学到大学 参加过许多大大小小的比赛 也得到了许多的奖项 安婷妈妈每天骑着三轮车 穿梭在校园里 陪安婷上下课 由于安婷的手不能长时间出力 安婷妈妈便会为她调出想要的色调 在老师教导的过程中 安婷妈妈也会在一旁聆听 听完之后 再一句一句地跟安婷诉说 老师刚刚说 来你稍微半身 你不要整个过来一下 妈妈也希望安婷 能够在画画这条路上继续努力 当然希望是说 因为她现在都是喜欢画 对她没有 应该是 喜欢画 然后其实这个学校对她 非常的包容 非常的弹性 所以说你能够到她这边快乐的话 因为在油画的世界里 安婷可以尽情地调出人生的色彩 会出自我